好 七月份以来呢 连续多天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并且是没有下雨 那么玉里镇的赤克山金针花有高达55公顷的面积是受损的 那么为了协助受灾农友尽早的复耕复建 那么受灾农友呢 即日起到9月12号之前 都可以前往工所来申请现金的救助 七月份以来连续多日高温并且没有降雨 玉里镇的赤克山金针山有高达55公顷面积受损 发现有金针菜植株有页面干枯 未抽花梗以及花梗短小等情况 为了协助受灾农友尽早复耕建地 受灾农友即日起到9月12号为止 到工所申请现金救助 承报这个农委会之后 在昨天相关的核准已经迅速了下来 在这边跟所有的受灾的农民来说明一下 就是从即日起今天 8月31号到9月12号的一个时间内 期待个人的一个身份证 还有租约 还有相关的文件 向我们政工所来做申报 我们每公顷补助新台幣2万9千块 请所有受灾的农民在这个期限之内 来到我们政工所来受理申报 义立镇受损金针菜救助而度美公顷是2万9千元 其农友依据农产业天然灾害救助作业要点规定 检据上述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公所来办理 也在这个刺客山上面有派专人 如果你来申报之后 我们会迅速的把相关的一个照片 跟那个核定的面积相互之间来做核对 所以在这个审查方面 我们以辩明迅速的一个方式来办理 提醒农友们 复合申请资格的农民 尽速前来公所办理 注意申请截止日期 公所农业客将会有专人协助受理 以全力守护农民权益 记者高商商一阵采访报道